大家好,我来到我的频道,这是我第一次坐高铁的研学,我终于去鱼山拔卡了,耶! 我一大早就从宿舍准备出发了,我们现在要坐巴巴去厦门北站 我心里给我们一些新疯早餐,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我们最好的领导哦 哎呀,到厦门北站了,下车下车,这是我第一次坐高铁呢 哇塞,高铁站果然相等于飞机场哦,我们北巴心里过安检,人也要过安检男 人机如一假期了,高铁站的人也太多了吧,抠队抠队抠队 耶,你终于到了,还准了还准了啊 摄影师啊,你靠哪了,哇哦,你们看到房间没 下车啦 出来实际的被检查身份证哦 又要坐巴斯啦 我们一起听一下叶头说的关于吴一山的简介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,只有23万人口啊,所以呢,人是很少的,好,人很少啊,所以呢,我们这边的人呢,基本上的话呢,是以旅游业为主啊,旅游业啊,没有工业啊,旅游业是第一大产业,第二大产业呢就是,呃,这个以茶农,茶农为主就是茶叶 现在我们到吴一山啦,这一天也特别特别热 哎呦,我们坐车去啊,先刷门票,这是刚刚叶岛奖的五孝岩 你看,有爬山的人也太多了吧,终于到山顶啊,嘻嘻嘻嘻,真的特别特别美哦 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孝岩的盐茶 我这次知道了好多耶,制茶的过程竟然那么长,从彩茶啊,摇清,揉拧,最后才把茶叶烘干 接下来是点茶的表演,你们看,我们温不温柔呀 我们在这里呢,学到了宋代的点茶法 我们先要把茶碗用温水洁净啊,投茶啊,注水啊,调高架水啊,调细啊,等等 这个过程呢,是最累的了 因为我们的手得一直打,不可以停下来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,我们得靠自己的想象力,要怎么划就怎么划 最后喝起来呢,味道真好喝哦 那先讲到这儿啦,想看下一集的就多多关注哦,拜拜